在夫子庙秦淮河畔有一座三层的楼阁建筑 它是两三百年来夫子庙地区的标志性建筑 你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吗 因为里面供奉着奎心 因此它被称为奎心阁 夫子庙奎心阁更是远近闻名的秦淮名圣 奎心阁里素有奎心像 奎心长得可不好看 一只脚踩在凹头上 另一只脚向后翘起 脚底朝上踢着抖 一手执笔做点状 代表点中了重举的学子 这就是传说中的奎心点斗 独占凹头 奎心阁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 历史上两次毁于战火 但是这个建筑对于夫子庙和江南贡园来说 太重要了 因此旅回旅建 我们现在看到的则是1985年重建的 根据历史照片恢复了原有的面貌 明清时参加科考的学子们 一般在七月初七 在奎心楼拜奎心 祈求在八月秋为中榜上有名 奎心一般指北斗七星的第一到第四颗星 南京人自古重视奎心 话说连玄武湖里的四大洲位置 就是依据奎心布局的 马上就要高考中考了 祝福广大考生 金榜提名 焚考必过